志志町 郝平社区 外党中心在建国当年的输用和抵党了后 建国务已经出现这么多闭门和拼门 从来没好看起来 马国每天在这上口的阿公和阿嬷是真不安心 为主志志町公社在建国丹社区的协作之下 总共要求关于社会议去劳动室前来继续 希望可以正出保护建国务安全性的建设建国博作 志志町公社在议管丹社会的协作下 会当官府社会出来会议 讨论志志町和平社区外党中心的建设保护建设案 志志町公社希望可以带到官府的经费保护 这些等官员来带这董对社区基民 最重要的外党中心来中心保护建设 我们盘点的镇上的这些公有的建物需要 做整理的一个部分 那之中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社区 就是一个需要做耐震补偿的一个点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那个有一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全天性的一个关怀据点 所以说我相信在这边来补偿他的耐震 是非常非常有他的效益跟必要性的 因为这栋已经建筑将近三十年 那因为这个是属于地震前 921地震前建筑的房屋 那因为耐震系数不够达到现在地震的标准 所以中央建公所向中央申请核定 补助总工程金费五百万元 一只顶好平社区外党中心 实在旧日地震前就起好的建设 虽然到现在已经比达职来震度不久的建设 秋冰天蓬都出现明显的必顺和白岸 除了不好看以外 要好每天在这里上海的阿公阿嬷真没安心 现在进出到有够的金费会 可以保抢筋修 好希望去协会是非常欢喜感恩 所以我们来就跟中央行政院卫福部这边 来做相关的申请 但是我们原本的公所的资筹款 负担可能要到三百万这么多 那还好有县政府跟陈思维远的帮忙 来负担五十万 让我们公所可以减轻五十万的负担 用总金额五百万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来完成这次的耐震补强 那给我们社区的所有民众 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中央补助两百万元 然后政公所局县政府地方 自筹三百万元来重新加强耐震结构 那非常感谢县政府的协助 来完成这个工作谢谢 在广告各公所 以及面与代表这期会讨论之下 中央这条有够的金费会可以来进修 增加好平社区基民 每天要输用重要外动中心的建筑安全性 谢谢观看 这里 remains很不 repeated 我们下面终一些